最近呢我每一次吃猪腰哈 你们都要笑我 我忍不起你们 我不吃猪腰了 我吃点韭菜可以吃 今天呢来注意到 在我们四川这边哈 非常常见的下饭菜 韭菜是非常的香哦 把黄叶这些给它剁掉哈 这个韭菜你要说和什么最搭配哈 在北方的话肯定是水饺 但是在我们四川的话 肯定是这个豆腐根 稍微腌熏过一点点的 它不是那种酱油的豆腐根 这种会香一些 豆腐根给它切成细一点的丝 清洗干净的韭菜也切成结 可以稍微长一点 韭菜杆和豆腐根放一起 这个叶子单独放 因为豆腐根料鲜下 再来准备一点猪肉啊 我准备的这块是里脊肉 用那个二刀肉带点肥的或者是梅花肉 带点肥的口感好一点我觉得 切这个丝说老实话难度要稍微比切片大一点 大家可以先把乳冻一哈 冻跟着来切就跟切萝卜一样的就简单了 来点胡椒粉 盐 料酒 老抽 少许水 一定要让这个肉丝把水啊料酒啊这些全部都吸收进去 抓至粘手的时候来上一点淀粉 家庭条件比较好嘞 在放淀粉之前还可以放半个鸡蛋清 蒸子这个肉丝就麻好了 炒出来绝对鲜嫩又爽滑 说老实话 这个韭菜豆腐呢 我还是喜欢呛炒回锅肉嫩子炒 把它炒来干香一点 吃起来更加的下饭 主要是今天这个肉太瘦了 所以我们只能炒滑了呢 给老本量个线看他在干什么 你好老本 请问你在干什么 你看我在约会呀 老本说他在约会 明天会不会的哦 今天我让我把中国吃好吃了 给你留点 你天天都说好吃了 天天都说留一点 明天回来吃吗 明天肯定回来是 嗯可以可以可以 好有人在我炒去吃饭了 你不是要嘟起嘴吗 你又嘟 割了割了 这样把菜炒起 锅里下少许油 先把锅儿制一哈 防止肉丝粘锅 油温烧至七成热 就是刚开始冒烟的时候 把锅拿起来晃动 让锅的内壁充满热油 这样关火让油冷至三成热 蒸子就算把锅制好了 等会连不管你是炒肉丝 炒肉片煎鱼都不得粘锅 把锅制好过后 下入麻好的这个肉丝 给它快速的划散 大家看 这个锅底很光滑一点也没有粘锅 划熟过后 先倒出来放到一边 炒肉丝的油流在锅里面 来点姜蒜末 四川豆瓣 我们炒川味加上味 炒香炒出颜色后 下入韭菜杆跟豆腐根 肉丝也给它倒进去 用大火先翻炒匀 调味一点骨肝酸辣 生抽酱油 毛毛醋 下入韭菜叶子 继续用大火翻炒匀 起锅前淋上两滴香油 翻转出锅 这才是正宗的最美家常菜 也是最下饭的家常菜 哦 着得惨 饭这个王家蒸 非常好吃的韭菜豆腐根 肉丝就做好了 这是川味家常味 就是下饭的味道 开胃的味道 爽口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些人收拾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三个 今天晚上还吃着点剩饭哈 我这个老扩 我们这里一哈瞧了 饭这个王家蒸菜都炒好了 这样我们先吃点菜再来热饭 嗯 香 我们内酱的这个豆腐根就是香哈 带着一点点微微的烟熏味道 这个韭菜吃起来是清脆清脆的 如此也是比较细润爽滑 把水 这简直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哈 我相信川绿的朋友肯定都会喜欢吃这道菜 也都吃过这道菜 如果没有吃过这道菜的朋友 你高一哈绝对会喜欢上的味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下期见拜拜 大凡热气又是一等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被萝卜哈 看起来没得好好看的 因为这个是夏天种的 也不是大棚的嘛 今天呢就来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 这些印记菜 萝卜炒入 先把皮皮给它清添的削掉 如果我们用的是红皮背心的萝卜的话 就不用去皮了 去皮洗净的萝卜给它切成丁 稍微切小骨一点 再来切上一点蒜头也切成小骨骨 加一瓢骨盐 再来一点糖 半转半转的先给它腌制过15分钟的时间 把萝卜的这种色味和苦味给它杀出来 这样再准备一块半肥色的猪肉 这个丁的大小跟萝卜差不多就可以了 泡二斤条给它切成活骨 主要是提味用的 姜蒜切片 再给它放点干海椒和干发酵一起 入丁麻一点老抽 胡椒粉 料酒 水 把手洗干净后给它码银 你们洗不洗随便 反正我也吃不到 抓至发粘的时候来一点淀粉 码银即可 腌制好的萝卜用清水给它冲一下 要不然它吃起来会是挂痕的 这样我们注意用手给它不停的按 一定要把水分控干 不然炒出来不香 水垮垮 锅中下入一点92号的植物油 先把这个锅儿给它置一哈哈 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中国哈 就是这个女人呢 你到了换季就要买衣服 一年关键是要换两叉季 老本今天都又去买衣裳季了 你看我这个衣裳穿了四年了 一路年的时候买了 现在都20年了还在穿 为什么你不仅仅是老本哈 我发现很多女的都是 一换季就说哎呀又没衣服穿了 我又要买衣服啊 嘿这个东西还有点日怪 这是什么怪象 把锅儿吃好过后下入麻好的乳丁 先给它划散 这道菜也可以用五花肉 用五花肉的话就不用麻味了 就是直接炒 五花肉突出香 我用的瘦肉就突出一个嫩 炒散后下入准备的小药 炒香过后下入萝卜丁和蒜苔丁丁 毛毛盐 糖 果干蒜辣 继续翻炒 大油翻炒一分钟过后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 非常好吃的家常萝卜丁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是清脆爽口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是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价格 炒锅菜感觉人还整顿了哈 这个天要黑了 饭也还没有煮好 嗯 这个萝卜入口的第一感觉是脆爽 然后细细的回味是清甜的感觉 还带着一点点这个辣椒的腐辣味 真的是好吃哈 我记得这道菜 零八年的时候在饭店里面卖的是28块钱 不过它是用了三种萝卜 心里美萝卜 红皮背心萝卜 还有一个鹿萝卜 这道菜只有冬天才有卖 夏天没有卖 那个炒出来真的是五彩万蓝 漂亮得很 而它等那个心里美萝卜出来了之后 我再用三种萝卜给大家做一哈 保证你们看到就想吃这个样子哈 真的做出来这个味道就是要的 说老实话 没有圆萝卜的朋友 也可以用那种长的象牙萝卜 不过象牙萝卜脆爽是能达到的 但是象牙萝卜没有这种清甜的口感 嗯 我已经整个饮料了 这一盘基本上喝过饮料 饭都可以不吃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